欢迎李克勤 欢迎胡夏 谢谢邀请 大家好 我是胡夏 嗨 我是李克勤 刚才两位在舞台上有精彩的表现 那我不能透露这首作品的名称 毕竟中秋晚会在9月10号 但实际上可以透露的是 这是李克勤老师一首经典之作 那唱了近30年 今天登上总台秋晚的晚会演唱什么感受 在这么多年漫长的对这个歌曲的演绎中 想通过这首作品对年轻观众 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有一些歌唱了好多年 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 但是我觉得在不一样的舞台 然后在有不一样的观众 然后又不一样的音乐 不一样的拍档 就完全有不一样的感觉 每一次都当是一个新鲜的感觉 那胡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是大概什么时候 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 应该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是听我爸爸唱的 因为我爸爸是李克勤老师的粉丝 这样 他唱李克勤老师的很多首 很多的歌 我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听爸爸唱的 然后爸爸当时还去看李老师的演唱会 因为我老家在广西南宁嘛 谢谢你爸爸 我爸爸还记得李老师特别喜欢吃一家老油粉 看来是真粉丝 这次也跟着我一块来了 跟着我一块来了 就想就是要 想要见见李老师 见到了吗 还没 等一下 待会 待会 有机会 好的 那这次和这个原唱同台演绎 刚才在舞台上 什么样的感受 我怕我说多了就透露了 还可以表述一下 这样吧 稍微透露一些 是一首粤语歌 然后这歌呢 其实挺考这个粤语水平的 所以我 所以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呢 我接到这个消息 是跟李老师一块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 我就有点紧张了 我想说 这可以完成吗 就我这个嘴瓢的这个情况 对 然后正好那几天呢 我跟这个林子祥老师在一块 然后他就教了我 就是发音啊 然后唱哪一段啊 他说他跟李老师唱哪一段 就告诉我要怎么去学 然后哪个地方的 哪个地方的咬字和发音 开口闭口要注意 唱了 我练了有半个月吧 看来是做足的功夫 那他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非常好 其实因为林大哥也跟我同台 唱过这首歌 所以他其实也很熟悉这首歌 是 当然我听到他刚才在唱的时候 就哇 这么发音这么好的 没有没有 比我的普通话更好 还有就是 这首歌是一首 怎么说呢 还要透露一下 就是那气氛很好的那一歌曲 我觉得我也看到很多歌迷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唱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 动起来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那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合 那这个画面应该是很美丽的 哎呀 其实刚才通过您的描述 我们应该都能猜到 但是还是有一个小任务啊 就是这个 我是想请胡夏 用这个彩笔来汇出这首歌的歌名 让大家来猜 那么李克勤老师呢 如果您愿意 是不是可以再来一点动作 让大家去猜猜这首歌 是什么 OK OK 他有先画吗 你可以同步进行 咱们俩比划着 您来画着 我不会画画 你不会画画 那你要用形体表演吗 我画 我画 来 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 就跟我今天的 哎呀 好搭的 好搭的 对对对 我连画一棵树都画不像 可以画到这边来 是不是会相信 真的啊 我画一棵树 你都认不出来 那是树 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事 我先说 我画画是很差的 我是体育比较好的 画画很差 但是那个是太容易画了 太容易了 是这样 已经猜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感谢 我刚才脑子里想的也是 也是这样 还可以请您签个名 是不是啊 这简直是珍藏版的 是还有一个颜色 在里面 其实说起来啊 刚才我去现场 也看了一下两位的表演 我觉得这个秋晚 对你们真的是格外关爱 为什么呀 现场表演的时候 是海陆空啊 嗯 你们在舞台上 你知道吗 空中是什么 水面是什么 烟花绽放 是从水上腾起来的 是在寄阳湖的水面上腾起来的 哦 水下太漂亮 一开始 一开始说会有烟火 嗯 然后我想说 呃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 会有烟火 嗯 我说哦 因为我印象中的烟火 就是那个放在台上 地下 滋上来的那个 嗯 然后我唱的唱的唱 突然间 砰砰 就开始真的 那个烟火就弦了 嗯 然后我吓一跳 但是很美 对很美 但是很美 确实是很美 加上今天晚上月亮好圆啊 好日子 因为香港的 呃 市民其实 就会在 过年的时候 才会看到烟火 啊 所以我就 哇 我就一直在唱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 VIP的大约 很爽很爽 我们也是 本来团队在里面准备工作 听到放烟 全都跑出去就看了 是是是 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 这样子 没有没有 我也很享受 我也很享受 对 刚才说呢 其实在众多这个经典的歌曲里 和月亮有关的 是不少的 嗯 那我也知道 这个 适合在中秋之夜 唱的歌也有很多 那这个 柯琴老师之前 有过合作的李健老师 就曾经在十年前 登上过我们秋晚的舞台 嗯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您 因为我个人也是 非常的欣赏李健的作品 如果您从李健的作品中 想选一首歌 登上秋晚舞台 您会最心仪 哪一首歌曲呢 他其实很多 他比如说春晚的那个 传奇 啊 确实很好了 你也觉得适合秋晚 那个也很好听 威迦尔胡畔 传奇 威迦尔胡畔 那 胡夏 你要是从 自己好朋友的 这个作品里 选一首适合 上秋晚的 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表达你 独属于你的情感 月わか小叶曲 这跟月亮有关系 太感谢柯勤老师了 其实我是想让他秀几句 您这个张国楼太高兴了 我这个真的是要先练过 才可以开口 因为这个粤语 我确实开口出来 就不知道是唱的 听不听得懂了 那国语的月亮有关的 或者你觉得适合秋晚的 哪怕是你自己的作品 你觉得我这首作品 特别适合秋晚的气质 这么浪漫唯美 表达情感的 有一首歌 快赶紧推广一下 看当时的月亮 曾经代表谁的心 结果都一样 很好 好听 那个直播肯定 这个秋晚的总导演 也会看到的 说不定他就会心意这首歌 那都既然说到这里了 柯琴老师参加过那么多的综艺节目 假如现在我邀请您 当秋晚的音乐总监 这么严重 这么好的事情 这么严重 还有什么样的歌曲 其实好多跟月亮有关 比如说那个 学友的 学友的 月班 月本晚 一遇上兴 满风 兴飘 还有 还有那个 弯弯的月亮 哎呀 弯弯的月亮 好好听的 必须要唱的 太好 那能不能教给您这个任务呀 下次就把张学友请来上秋晚吧 拿手机给我 给他打个电话啊 你呢 如果你做音乐总监 我回去做做功课 不敢乱说 因为这是 可不可以把经常跟你 这重的一个事情 可不可以把你 跟你经常合作的 玉可维呀 一定一定 什么的都 请到这里来 当然的 我当然想 去年他是和夏宇演唱了 送你一朵小红花 真的是后来 秋晚播出之后 都是我手机里循环播放的 希望今年两位的 这个首次的牵手合作 也能成为我们循环播放的 一个经典瞬间 好啊 好的 那两位都说的这么多 我也是准备了这个 张家岗和苏州的这个美食 来吧 请我们老师端上来 这个食品呢 它叫 沙 上 有问题吗 沙 是个字的 对 这个产品啊 叫沙上 沙酥 这是写的沙酥吗 对 它是我们 张家岗的这个 沙上地区的一种产品 是根据苏式月饼来 咱们不是来到苏州了吗 咱得吃苏式月饼啊 那今天我又给大家改良了一下 里面的吃什么 诶 这就是我来要给您说的了 现在呢 给两位一个任务啊 这个呢 是我们改良的这个 沙上杀素 专门为两位准备的 可以请你们品尝 品尝完了之后呢 豆沙连绒 豆沙连绒 还有呢 不知道 李老师 哎呦 李老师太猛了 来 该你了 该你了 那我就试一下这个 不知道 好 你试一下这个 不知道的 不错 嗯 不错 是真的吗 真的 嗯 你呢 不错 但是还没吃出来 是什么 那是不错 我这像红烧牛肉面的 那个味道 您再分析一下 您的口感 可能再试一下 这个 太喜欢柯琴老师了 我太喜欢柯琴老师了 我这什么味道 嗯 这个也是不错 这个也不错 那您再 您能分析一下吗 给我一个那个词汇 暗示一下 就是甜甜的松松的 嗯 那再跟第一个比较一下呢 第三个 对 我的第二个 你得吃的第二个吗 我吃的第三个 我吃的第三个 是那个 像水果的味道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我来揭开谜题好不好 我专门也是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生烟拿铁 哦 拿铁啊 您再回味一下 还没有 拿铁味道 你知道你的是什么吗 我这吃的有点麻辣 又有点沙爹的那种 麻辣 太好了 麻辣山珍 咸的 我两个是甜的 对 我这是咸的 还好 柯景老师吃的第三个甜的 第三个咸的 柯景老师吃的第三个甜的 您都插太不了 是蜜桃乌龙 哦 因为您刚才吃出水果味了 是不是 哇 这个口味很独特 专门为两位准备 这还有麻辣 我刚才就想说 有一点那个泡面 那个辣的 那个红烧的 那看来还是有效果 尝到了 我们还单独为两位准备了 一会儿走的时候戴上 然后可以让爸爸提着我们这个 张家岗的沙上沙苏 去看 河晴老师 好不好 你看咱们提前过了一个中秋节 特别感谢两位 不可欠 我本来想着让胡夏 我们俩经常在这个电影节啊 元宵晚会啊 什么的见面 常采访 所以我来想让他多唱唱 没想到您这么热情 我也代表我们央视新闻的这个 观众朋友 感谢您 我说太多吗 我还希望您能唱更多的 我怎么敢开口 好的 希望我们这次的总台秋晚 和包括我们央视新闻的这次采访 能给两位留下美好的回忆 1.1